主料,土豆250克,辅量,盐,棉白糖,白醋,芝麻酱,辣椒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将土豆蒸熟,我是头天晚上蒸熟,第二天早上做早餐用的,晾凉,去皮,切换,放入容器里,准备芝麻酱,盐,糖和醋,适量清水搅拌均匀, 然后自己尝尝味道,灵活调整,将料汁倒入土豆中,如果不是早餐上班食用,一定要加葱花和蒜末拌匀,装盘,加辣椒油,有香菜的加点,烹饪技巧,不要加味精,这是一款酸甜辣鲜口味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